学生们害怕地躲在墙角瑟瑟发抖 听到连石老师的呼唤声 大家像抓住了救命稻草 欢喜地冲下楼 哪知 老师不紧不慢地穿上白色雨衣 拿出一把猎枪 同学们瞪直了眼 片刻后 枪声响起 同学们四处逃窜 还是难逃厄运 连石的白色雨衣已经染得通红 他干脆脱下雨衣 继续向着逃跑的学生追去 这位开枪连眼都不眨的老师 从小就聪明 成绩优异 妥妥的别人家的孩子 跟最近大伙的猪超羊有的一比 但这些往往都是表象 他其实有反社会性人格障碍 在他14岁的一天夜里 唱片机里放着音域的音乐 父母正小声讨论着 要不要将儿子送进少管所 连石在楼下听得一清二楚 随后 他拿起一把小刀 走进了父母的房间 成年后的连石长相帅气 还是哈佛高材生 作为老师 他言语幽默和同学们打成一片 这样一个趋于完美的人 大家都很喜欢他 这天一群女同学来告诉连石 体育老师总是把女同学小美 单独叫到器材室 怕是有什么不好的事 让连石老师给查查 连石随后找来小美 想要问清事情原委 原来小美偷东西 被体育老师发现 还留下证据在她手里 小美只能被迫和体育老师发生关系 听到这些 连石并没有说什么 只是将小美带到她偷窃的店铺 让小美诚心给店家道歉 店家也没在追究 小美的问题就轻松解决 回去到车上 连石挠着小美的头发 让她今后不要再干这种傻事 连石这种成熟和温柔 没几个小女孩内心能够平静 果然放学后 小美约连石到教学楼顶 向她进行了真切的告白 连石也没有拒绝 在日本 老师和学生如果有特殊关系 两者都会名声尽回 但是连石似乎并没有在意 然而两人的行为却被在楼顶休息的同学 潇洒哥撞见 潇洒哥只是摆摆头 假装说自己什么也没有看见 连石安慰小美 说没什么 她会解决 小美才长叹一口气 放下心来 学校马上要进行考试 校长对学生的作弊之风毫无办法 只能找老师们一起商量 连石老师建议 直接用电波干扰学校的信号 校长却不认同 因为在日本这样做是违法的 可是考试这天 正准备作弊的同学拿出手机 却发现没有了信号 考试完后 那个一开始答应作弊的归酒同学 因为作弊失败 被其他同学揍了一顿 鼻青脸肿之下 他便怀疑眼镜导师 做了电波干扰 刚下楼就正面遇上了眼镜导师 眼镜导师没有告发同学们作弊 毕竟也没有成功 只是否认了电波干扰的事 这一天 警察突然来到学校 说连石班上的黎奈同学家里着火了 不过还好 黎奈没大碍 连石常说了一口气 说没事就是万幸啊 可就是他将黎奈家门口的水 换成了汽油 导致地上的烟头点燃汽油 引起火灾 他的脸上却风轻云淡 毫无波澜 等警察正要走时 眼镜导师却走上前说 连石老师去年在北原高中任职 这话让警察一脸懵 啥意思 后来连石在教室安装了窃听器 想监听教室的一举一动 却听到美术老师和一名女同学 发生了不正当关系 连石找到美术老师 从他那里骗来了豪车和豪宅 把小美带去过潇洒的日子 这种日子过起来的确舒服 美人乡车豪宅一下就全都有了 可是这天 他在窃听器听到 眼镜导师正在和龟九同学说着 自己的前半生经历 连他在哪里上的大学 父母怎么去世 后来又在北原高中工作了好久 都调查得一清二楚 这让连石坐不住了 他当年杀了父母 把自己后背刺伤 伪装成受害者 而后他顺利考进了大学 在这里他遇见一个室友 两人都有着相同的特殊癖好 成了知音 可突然有一天 他感觉和室友不是一路人 就把室友化成了火焰 用来照亮漆黑的夜晚 在后面的工作中 稍有让他不满意的 连石就用自己的方式 让他闭嘴 因为他的高智商 一次意外也没有出现 这天晚上 他和眼镜导师坐上同一班地铁 末班的地铁上没有几个人 车厢里空荡荡的 这正好给了他机会 下车后 眼镜导师已经被吊在地铁扶手上自杀了 这里小C忍不住想说一句 地铁上没有监控吗 不过转头想想 人家这么高的智商 难道就解决不了区区监控吗 于是 默默地退出评论区 在眼镜导师的追悼会上 龟九同学站不住了 他转身跑向教室 在一番寻找之后 终于发现了 那个插座上的窃听器 也就在这时 连石走进了教室 随后 龟九就被五花大绑 带回了连石屋里 他一番挣扎后 还是被连石烧红的烙铁 串成了烧烤 连石觉得 好像已经没人再知道 他的底细 再次过上美好的生活 他和小美在豪宅里 愉快地度过一晚 小美无意从连石的包里 翻到了潇洒哥的手机 这哥们之前撞见两人在一起 后来就被人在论坛上诬陷 放火烧黎奈同学的家 小美有些惊讶 便随口问了一句 结果转身 连石就给小美写好了遗书 孝性的前夕 同学们都准备着各种装扮 教室被挂上了五颜六色的彩灯 显得气氛有点恐怖 他们不知道的是 在这恐怖的氛围下 一场大屠杀即将到来 小美被连石叫到楼顶 短发同学却以为 又是体育老师 叫走的小美 便跟了上去 小美上去之后 就被连石打晕 从楼上扔了下去 还拿出遗书 放在天台 伪装成自杀 这边赶来的短发同学 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连石解决了 他坐在天台上思考了一会儿 把知道他为人的老师 约到学校 再屏蔽了学校的电话讯号 接下来 他做的就是 让同学和老师在他的面前 陆续倒下 让那些知道他本性 或者对他稍有猜测的人 都领了盒饭 就在他准备收手时 手里的猎枪 却在和他对话 他再一次拿起枪 教室里的同学们听到枪声 已经被吓坏 可听到他们信赖的连石老师 通过对讲机说 所有人都上屋顶 同学们仓皇来到屋顶 等待他们的却是 冰冷的连石老师和猎枪 看到所有人倒下后 他也把头撞向桌子 警察随之赶来 连石以为自己做的天衣无缝 可是警察找到了 两个幸存的同学 他们当即指出 凶手是连石 还在教室找到一个录音器 这次连石再无机会反驳 上警车的最后一秒 他恶狠狠的盯着两个同学 说这都是神的旨意 我不过是在拯救大家的灵魂 同学看着连石的眼神 惊恐的说 不对 他已经在准备下一个游戏了 小伙伴们猜一下 连石老师的下一个游戏会是什么 被抓走的连石又如何脱身 快快来评论区留言讨论吧 恶之教点是由三池重始指导 伊藤英明 二阶唐富美等主演的惊悚片 该片于2012年11月10号在日本上映 四年 燃谷江泰和二阶唐富美 凭借该片获得第36届 日本电影学院最佳新人奖 而主演伊藤英明 在演拍摄中 能将颁上42名同学名字全部记住 足以看出演员对电影的全情投入 这部精彩的恐怖片就到这里 这里是思维说剧 我是小Z 我们下期再见